你和我叔叔一樣瞎了 你不應該去酒店 我覺得你去醫院比較好 威哥, 我們這裡有這麼傻的女住客嗎? 沒見過的 有, 怎麼樣?人家叫韓神 韓…韓神?那名很帥, 韓神 人家是內地女強人 韓神 多出席比你上班 一年在這裡住一兩個月 平時不住就照科水, 多好 住一兩個月? 我真的要好好把握這個機會 他住哪層? 四十四樓, 大房 這些又索又褲又搭水的才女 我這麼英俊, 又走的時代 尖端還是高層的男人 一年只要跟他說了三句話 什麼… 第一句是早晨, 第二句是早晨 第三句也是早晨 怎樣?你這種款式 吻水, 想也不要想 當然… 我今早是不是送早餐 給四十四樓的韓小姐? 我看見她不穿衣服都做瘀躍 真是尷尬 我這麼沒有朋友, 送餐不是男人 真的嗎? 我真可憐 無緣無故… 吻水人… 我來送 不是, 韓小姐未必一天都做裸體 即是做瑜伽 四十四樓, 高層單位 高層地負責 我明明, 我知道 低層落花, 低層做事 不如一起送 用Service Service, 鑫營 韓小姐 韓小姐, 你的兩份餐呢?送來了 剛才我叫餐時, 聚餐跟我說 是一個叫阿君來送餐 阿君突然身體不適 我想跟她送過來 我是日明軒的總經理 我很重視這個服務質素 所以我確保這兩份餐 在熱騰騰的狀態下 送到韓小姐的前面 放單出去了 沒有過巡頭經過 很難觸摸的